從 2006 年 也就是十年前 當臺灣和尼加拉瓜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 臺灣和尼加拉瓜雙邊貿易額大約是 4,700 萬美元 其中 尼加拉瓜出口到臺灣的金額大約只有 860 萬美元 在這 10 年之間 雙方的貿易成長速度非常快 舉例而言 尼加拉瓜對臺灣出口的金額更是達到將近 9,000 萬美元 大幅成長了大概 10 倍 尼加拉瓜更是臺灣友邦中唯一在雙邊貿易中享有粗糙的國家 這個數字顯示 自由貿易協定除了為兩國企業發展 帶來很可觀的利潤 也讓我們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 不過 要確保臺灣和尼加拉瓜在經濟貿易上的合作優勢 我們要不斷地創新 優化 比如 在生產方面 作業流程可以更精進 市場方面 也可以互為基地 來合作拓銷亞太及中美洲的市場 我也期待可以透過互補性強的經貿條件 臺灣向尼加拉瓜採購優質的農漁木產品 尼加拉瓜引進臺灣經營管理技術以及加工機器設備 兩國相互資源 達到協助尼加拉瓜產業升級的目的 我們這次訪問團的成員裡面 有很多是來自臺灣的企業界 我們也非常期待我們的企業代表們 在這次來尼加拉瓜訪問的行程當中 可以找出好的投資機會 讓我們跟尼加拉瓜的經貿往來 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在座的各位都是尼加拉瓜各行各業成功的人士 除了由衷的敬佩 也希望SATANET 未來能夠持續 跟臺灣朋友們密切合作 為彼此及兩國商貿發展 創造更大的福利 謝謝大家